战火勋章第四章战役高难攻略 你见过八个火箭炮团一起对你开火吗 你见过自己的队伍像玩具一样被敌方轻易摧毁吗 你体验过屡战屡败却什么也无法挽回的无力感吗 不,面对黑压军团我们并非无计可视 大家好,我是侦探 本期是战火勋章第四章的高难战役攻略 相信有非常多的小伙伴都卡在了4-36这一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关他约含了战火勋章设计师满满的恶意 我们来看一看这关的配置 可以看到一共有16只队伍 其中有三辆轻坦,五辆重坦,以及八辆火箭炮 一般打到这一关的时候 我们解决轻坦和重坦都是比较轻松的 只需要派一队步兵就可以扛住绝大部分的压力 但难点在于八辆火箭炮 这是一种极高威胁的单位 如果和他们正面作战 我们的重坦和步兵那是绝对扛不住的 所以这一关一定要使用迂回的策略 冰嘎方面 我的阵容是一张火箭炮 一张超重坦 两张中坦 以及一张步兵 等级不用很高 60级就可以 火箭炮的射程是硬伤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换成一到两队的野战炮 好 我们开始攻略 首先在开局啊 我们一定要做到损失最小化 因为步兵在面对轻坦和重坦的时候是相当肉的 所以我们先让步兵过去 让他来吃下轻坦和重坦的全部伤害 等敌方前排坦克的仇恨被吸引过去 就立刻被火箭炮在后面突袭 然后在这个时候 依次要把后面的几个队伍带到前排来 尤其是超重坦 因为的移速太慢了 然后只需要慢慢等 等火箭炮把这几个队伍解决了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时间不够 这两个队伍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下一步会有一个非常观念的操作 因为下面有八辆火箭炮在胡适担待 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起攻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派出战力最低的中坦 从左面这个位置绕过去 吸引火箭炮的仇恨 然后在这个位置 你要操作步兵来一个小小的走位 往前走一点就行 只需要把后面的重坦勾引过来就好 不能走远了 否则火箭炮就全来了 接着我们要操作另一辆中坦和超重坦克 继续往前顶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火箭炮不被敌方给先一步切掉 等战位准备好了以后 让我帮助中坦先一步冲出去 直接锁定敌方靠内侧的火箭炮 因为火箭炮从装填到发射一共需要8秒的时间 而在8秒已经跟我们切掉它了 所以我们最弱的中坦 不仅吸引到了敌方中坦的火力 甚至还能切死一 赚大了 同时我发火箭炮一定要去瞄准敌方满血火箭炮 因为输出的次数都是队友拿命换的 同时步兵和另一辆中坦也要优先攻击火箭炮 只要能扛住第一波爆发的压力 那么这一把的胜利也会是毫无悬念的 最后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帮助大家 我是Dunna 战友训章专业分析 期待你的关注 感谢观看